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携手MACO组成野狗 甜枣组合 继续冲击梦想 而这次猪狗合体 可以让大家 不用再指定着 人穿人号了 也算是能看到点心梗了吧 Uzi付出和加盟 ED剧的热度 一度让人把Leave给遗忘了 从2-8的尿裤子尼拉 到无人问津 甚至生涯净会 从粉丝血压升高 到脸上笑意不断 真的就只需要一天呢 果然忘掉前任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现任 虽然不能确定说 Uzi一定比Leave好 但只能说神法 这AD我跟你说 后三年一定不能谈恋爱 后三年一定不能谈恋爱 后三年他不能谈恋爱 日后他将成为千万富翁 请告诉他这个道理 一定不要接触异性 转告给他 都不要接触 异性直接不要接触 Uzi毕竟也是老将 上次复出成绩如何 大家看在眼里 这次的复出对于他来说 准备时间更少也更突然 所以虽然这次的期望 只和热度高的夸张 但究竟Uzi和这只 遭遇困境的EDG 能磨合成什么样 一切还是得看比赛为主 本期呢 我将从版本出发 去深入地聊一聊 这次下季赛的版本格局 也希望通过一些版本的风向 去分析Uzi和EDG 在这个强敌环伺的下季赛 如果要走得更远 需要注意哪些 下季赛的版本 虽然有明竹和新妮口的加入 让版本的OP角色有所增加 但整体的格调 还是延续本期赛的 先说这两个新英雄 对于版本的影响吧 辅助明竹呢 因为拥有独特的LE解控机制 与增加射程机制 让他成为了防御性最强的辅助 算是风女的顶位替代品 要知道这个版本的经典中野组合 什么狐狸位 火猴 杰斯大树 包括新增加的妮口加战士打野 基本都是开团加节奏的中野组合 而明竹面对这种版本 自然是如鱼得水 而且拿到明竹后 即便没有金克斯或者厄斐流斯 这些传统大核 也还有个大嘴去兜底 所以明竹毫无疑问 登顶T0 班率登顶LPL的同时 胜率也极高 属于拿就赢的角色 除了被机器人以利破巧的搞了两把外 整体来说完全配得上 红色方B班的这个级别 相比之下呢 妮口虽然也是强势中单 但可替代品就比较多了 妮口呢 其实跟安妮的整体调性差不多 算是一个同分一构体吧 在推荐效率上 妮口比安妮更高一些 盘战上妮口的控制也更足一些 但在和打野的配合程度上 妮口的能力就比安妮要弱一些了 但整体强度还是没问题的 虽然胜率比较平庸 50%左右 但几乎100%的BP率 证明了妮口已经是一个赛场新贵了 现在围绕着妮口的开发 还处于初级阶段 比较新鲜的也就是和梦魇的关灯跳大了 那LCK那边对妮口的优先级 比我们LPL还夸张 第一周就达到了25班一选的程度 但在看BP时 大家把妮口当作安妮的强化版来看 就差不多了 整体来说 因为神话装备的改版 调整了一些优先级 但比赛节奏还是跟MS还差不了太多 以下路团队大和为主 终于节奏为辅 上路能肉则肉 所以对UZ来说 这样的版本环境还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老将嘛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往往就是版本改动而导致的不适应 尤其是UZ这种 特别传统涉手味道的AD选手 如果下路选择很杂 版本优先级较为混乱 那么这个适应难度会相当高 而现在随着春季赛加MSI的筛选 下路基本定格在了我们熟悉的 德利 卢纳 厄斐刘斯加金克斯 这四大天王上 下路虽然重要 但任务主要是刷钱 发挥的地点则是看版战 所以对UZ来说 算是一个相当合适 它适应赛场节奏的版本 它唯一可能需要接受的变化 就是在后13.2版本的德利削弱 因为现在神话装调整后 德利靠着新三项半肉流出装带来的高容错 已经作文版本一节的位置了 版率很高 胜率也高达六成 所以设计师经典调整了 不给你说三项了 那这势必会影响到下路的BPU先级 而另一个可能存在的挑战 我认为源于下路风向的变化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选手 Jeky Love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选选 总觉得top对面的越南伤害总是特别高 不过认真来讲 当下路都是越南和金克斯这类大河时 用强对线组合来快速穿线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卢纳在这个版本依旧能够吃到四成的半率 也说明了滚雪球的下路组合 依旧有预期之地 因为厄菲流斯和金克斯这两大河 但团这样确实猛 尤其是搭配陆路和民族这种软辅后 打团声量很大 可没位移和吃经济的特点 让他们一旦下路对线出问题 被滚起雪球后 马上就会遇到 软辅不好做事 也所以打河不好刷钱 那大河没有敏 那打团就唇刮呗 正面就完全打不了的窘境 所以基本就是下路输等于全局输 而说杰克拉夫就是因为 这个赛季他第一次掏出德莱文加水鬼的组合后 就打出了非常夸张的效果 Lift的厄菲流斯30分钟都没有三件套 那这种局是打不了的 而之后呢 杰克拉夫接连使用炸弹人维鲁斯这类英雄 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甚至在面对强敌微博巨石 也是在放厄菲流斯后 看着金克斯不拿 而是继续拿水鬼德莱文 但是最后是没赢 但已经说明 这种通过强打线压制大河的思路 已经开始有点苗头了 包括维鲁斯加大头 WBG打LNG时也用过 这把也很经典 就是下路大河全部搬空的情况下 给你金克斯 然后拿维鲁斯大头来解 这把非常经典就在于 LNG这把上脸是赢的 中期双方上半区是这样的数据对比 而杰拉的金克斯发育也不能说很差 但维鲁斯中期和大头站住中线后 给的压力就太大了 导致LNG的两条边线 根本做不到事情 这把WBG战中也前期0-8 而且LNG还有大河金和斯加火猴 这样的传统中约 但LNG迎人头弹术节奏 根本推不动它 经济也完全被拉开了 河金就是因为WBG这样的双破壳 控图能力太强了 在幽梦变成神话后 搭配摩切 其实两件套的发力漆 比之前穿甲流更得劲 最后续无论是 卢纳德莱文为首的滚线 还是像炸弹人 维鲁斯这样的破壳流 都会冲击现在传统 下路大河的地位 要知道老干爹都能靠机器人 从京东手中撕下一分 可见赢下路等于赢游戏 是没问题的胜利公式 所以版本答案真的是 下路大河吗 我看未必了 起码下集赛的后半程就不一定了 其实UZ和Miko 即将面临的第一道坎 就是IG的安选手 安这个选手 卢纳和德莱文都是有画面的 也是这个赛季 除了Jack Love之外 还能选德莱文的选手 所以这场常规赛相当有的坎 EDG这边 毕竟下路刚磨合嘛 我估计BP上不会特别花 基本就是金克斯或者厄斐流斯 看看效果 那变数在IG这边 他们是否会放泽利出来 或者就放你厄斐流斯或者金克斯 然后自己用一些强势组合来打对线 这些都是属于UZ的第一个考验 不过这个BO3 EDG面对IG的一些 比较强势的下路组合 你能顶住 那么我觉得基本可以证明 UZ这次付出还是能有点说法的 毕竟我认为这是会慢慢改动的版本风向 顶住了 说明UZ的基本盘还在 那么可以期待更远 要是顶不住 像Lim之前那样一级就报现了 那短期来看 压运什么的肯定就别想了 得再练练 这个顶不顶得住 我们不是说最终结果是谁赢啊 而是我们只看对线这个角度 如果IG这边没有BP的太激进 我就大和和你各拿一个 那这个BO3就不太有参考价值了 春季赛的版本 FOFO是能拿沙皇阿卡利去兜底团战的 但现在的版本 中路都是一些更功能性的中路 大和中单基本没有 就看中路能不能做到事情和开不开的好团 所以FOZ发挥空间不多能理解 而上单的这个版本也是肉肉大搜索 说实话影响真不大 就是基本纯看下路的一个版本嘛 EDG最近低迷 核心就是版本不适合他们的框架 而确实 力辅又差点味道 但EDG本身的阵容结构是完整的 就是该有的战术打法 不会说因为换个AD而改变太多 所以如果UZ上场第一把打IG 两边对着拿大和 那无论打成什么样 我觉得都算是正常的 其实UZ今年付出EDG比起去年 说实话在感觉上 是更正常且更有机会的 因为去年BLG是纯新队 人都是新组的 你要怎么构建团队的战术核心 这些都要丛林搭建 加上赛场外的事情 去年别说打出来了 连稳定首发都做不到 今年的话感觉有点顺理成章了 甚至过于顺理成章了 EDG其实队伍构建层面已经很完整了 春季赛输的也更多的是 发挥层面的问题 而不是战术理念不行 所以UZ只要个人能力能跟得上 那绝对是比BLG时期更有机会的 但理智告诉我 想打出成绩没那么简单 不过目前 因为很多选手和队伍因为押运会 其实会被分走相当的精力和时间 加上下季赛赛程真的很短 其实对于开发新东西真的并不友好 所以从外部条件来说 还真是UZ的一次机会 总结下 今年下季赛版本格局依旧没有大变 但我认为 下路已经开始有一些要转变的风向 尤其在13.12版本则利被削弱后 是否强对线下路会崛起 我们可以再看看 毕竟越是下季赛 越是靠近世界赛 上半区的权重就要更高 那只能说 祝UZ好运 欢迎回来